李爱也特别红对吧 是吧 李爱 但是李爱你对网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的这个网红是啥样的 因为我之前呢还真的去主持过一次 就是关于网红节 就是类似于就是把还挺顶尖的一批网红聚在了一起 然后停了个奖 我是见到那个观众席上 所有的人都在直播 那些网红 那是那可能是 比如说我也主持过类似于这个汽车发布会 那还是炒成一片 就是我在上面主持下面一帮姑娘们还举着这个自拍杆 自拍杆 在那接着说 也有这样的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 就是说你也是模特出身 对 你觉得对于比如说这个你主持这个车模 汽车模特的这个 对车模身材的要求和你的身材有差别吗 到底是车模还是网红 这得分清楚 先说车模 先说车模 它不太一样 差别比较 是不是车模需要更丰满 风骚一些的 因为像你这身形就是标准模特比较瘦长的 对对对 就是我还不够玲珑剔透 你像是这样子的 那个玲珑是玲珑 剔透没法剔透 他有时候那个他也挺剔透的 所以模特如果像我们这样时装模特 最主要服务的是衣服 那车模呢 他就是他要服务 他不能说服务车 但他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是要吸引眼球 让更多人来这个展台 像文涛这样的猥琐中年男的一看着就觉得哎呀我要买这么一个车旁边已经坐着一个这样 你想想车展有多少个展台是同时开放的 你不像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这一场就这一个秀 是吧 大家坐到那静静的就看舞台上这些事 但是你车展多少个展台同时开放 但是你这么多观众进来 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用更好的办法把观众就吸引到你这个展台上 特别而且大部分买车的还都是男性 所以对吧 就靠你同行了 对对 所以他当然这招你说他高不高明吧 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些真不高明 因为来的看如果都看美女了 对于车他可能也没那么关心 他只是赚到了这个彩头 他不见得真的达成了买卖 所以这个事也有带商榷 小牧你觉得这个现象吗 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展搞成这个车模选美大会了 日本宣传汽车会也是这样 也会穿得很性感 但是没有中国这么暴露 会请什么那个波德野街衣之类的 AV你又一般不会 但是他也专门 你想来点多 我想办宣传汽车 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车模 车模单跟刚才 李爱 像李爱讲的一样 就是跟服装展示不一样 他主要是展示车嘛 那女孩子怎么信 他不是说想象日本是个色情大国 就是用性来表现的东西 但还是会有就一定是很漂亮 该有的地方必须要有 我不是批评你们啊 就是服装模特有时候没有凶 反而更时髦 但是车模必须要有凶 我都不敢往哪看 哈哈哈 车模必须要有凶 所以你看中国的车模 但比比日本还夸张一点 几乎就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罩子在上面 剔透剔透就搞剔透的 就搞个沙发的产品 这就吸引眼球 冯哥对这个很有认识了 我从来没去过车展 我给车代言过 但从来没去过车展 但是你是网红啊 那我就说不得也别一 咱们几个里边 我觉得要要说目前来讲 最网红的应该算冯唐了 他是在网上 自身网红 网红 你就本来我跟我都跟你说 我跟那个优酷的人说 我说我们这节目 这讲文化的多高尚啊 你们都干嘛不宣传的 不立推啊是吧 然后他们一看着名单说 哎你要多请冯唐这样的 我们就给你推 就是我们那个优酷的那个 那个粉丝啊 就是喜欢冯唐 自带流量这叫做 自带流量小生 对对对 现在就叫流量小生 哎呀真是 所以而且他不仅是 他是流量小生啊 他现在啊 推出一个流量老蛋 我注意他的朋友圈 就冯唐 冯唐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是发 我发现你跟你母亲之间 什么 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嗯 对吧 你可以先看 他整天在朋友圈里晒他妈 你可以看看 他把他妈也晒成朋友圈网红了 咱看看 你瞧 哦 你看这头吧 好酷哦 你再看下边 呵 你瞧这一个 啊 哎 你瞧 哎呦 这家伙 老太八十岁了 八十 八十岁了 八十岁 能吃能喝能骂人 嗯 哎 哎就是你的妈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妈妈好像挺开放挺崩放的 他蒙古人吧 嗯 他如果只如果在早年就是散满教的这个嗯教主了哦就是他语言很丰富嗯酒量很大啊他也很多呃我写的东西一些用词是来自他喝多了之后的一些 啊 啊 真好 咱们知道创作的源泉是谁了 这我也很喝酒鞋 哎 但是小时候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是专横行的还是什么 没有他第一呢就是不管就你爱干嘛干嘛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爱做啥做啥不上学就不上学拿第一就一直拿第一就反正你就散影 哎 第二呢是我买书他给钱别的就不给钱 然后第三呢呃 天天家里就有点像这种环境是流水席总有十来个人在那吃东西我爸就在厨房做饭就一句话不说然后他从那跟人摆上吹牛逼我操作 然后说张家丽肠什么之类的就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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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动力状态 越远直上就好像而且我觉得感觉动不动是啊能把你爸爸给打一跟头那种感觉的是吗他倒不太动手 不太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不太动手 怕打残了 我爸年轻的时候真是小鲜肉小帅哥 他就涂色嘛 后来我我妈老说为什么嫁给你呢我说你贪头人美色哦哎所以你看他妈妈是这种荡起回肠的这种啊哎那也是但是我也给你看一个网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做过实验的就都被废弃了录过一些节目因为那个做那个样片做视片然后在深圳呢录过一回他们真给我找了一个网红网红从哪来的从惠州还是从哪我记不清了但是也能够达到百万的这个这个量的结果就跟我们做一 我说哎就说咱有觉得说网红好像是不是什么都不会也不一定也不是的他至少得会聊天真的会跟这网友聊天没错后来我说咱们这示范示范当时桌边啊就跟我来这么一段我说像是真的一样再拿手机试试哎你你早上早上早起进凤凰就没你啥事啊是是是是是哎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你看到这种表现你打几分很放松很自然就他跟主持当然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主持的话他还有一个什么调度啊什么节奏啊啥他这个其实其他这个难度有时候还挺高的还真不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干得了的事他这个您这个其实对他来说跟他平时不太一样 他那个平时应付的可不是一个人他应付的可真的是不知道是多少人哎他这样平一反过来他下面全是那个留言人家还有一些有一些网红的对但是有些还会有自己口号的什么上来是什么什么蓝宝基尼刷起来什么什么蓝色叫妖姬什么送出来什么我不太会啊反正就是还有口号先先走一遍口号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天这种 但是这个分寸很重要小木你能想象到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直播的一个女孩我不知道他那个说的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土豪啊就给他是真给了100万反正他们就说是100万我不知道100万是他这种网络的那种代币啊还是好像是刷了我不知道准确的这个数字啊反正是几百量蓝宝金尼还是几百朵蓝色妖姬类似于这种他一个蓝色妖姬就价值几千块所以最后 最后是100万就是花100万那女孩我你想就我要换我我也哭了哈哈哈什么都没落着这就一下子我的天哪一百万就来了对百万你说日本那个AV的那个女友那么体力劳动那还要挣多少钱呢你这怎么比啊现在AV拍一部片子也就是10万块20万的日币哦日币啊不是太便宜了吧对AV女友10万20万日币是多少人民币啊因为现在因为网络的影响性 他拍拍一部片的意见对很少所以他有一万多现在卖不出去的天哪要男的吗哈哈哈男的就更少男的钱更少而且男的只有百分之一是男AV嗯在日本这百分之一所以有一万个人的话你只有100个人可以真正能能做出来的这种你像就今天的很多这个网红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脸啊不都说是锥子脸吗什么蛇精脸对蛇精脸嗯 但这个蛇精脸的这个美审美的源头有人说是什么我就不太懂了有时候日系的嗯有时候韩系的嗯你你你你明白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就但肯定是跟上镜有关嗯就是因为上镜现在我们都是16比9但是那个拍出来不是人都会胖一点吗嗯但是很多就是演员他上镜啊他好看的话他必须得瘦真人看特瘦你就得天独厚上镜就就圆就圆起来了对他都有点 偏稍稍宽宽一点对他还宽宽宽我上镜是胖的我上镜是胖的对我跟你说我就好多观众真见到我就会特别是老上年年纪的观众看见的时候妹子你真得那个你看你都瘦了我说我一直都这样只是上电视就胖对他就没胖拉着你的手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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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好有可能是哈绝对我跟你说我们那就我亲眼见的就一个就是美女记者采访一个 那个老人家老人家真的是一直在沙发上就这么 什么呀我们那女记者采也不敢采啊 就一直拉手拉手完全了整个采访 哦 占便宜 哎我就不是我就说小牧就是他这个我我想請教什么 你看这好多女孩啊嗯打扮的就像那个卡哇伊 什么叫卡哇伊啊 就可爱型 可爱型的对吧 马拉伊 哎人家懂日本等等 对我就说日本的这个网络也很发达 好像网红是不是只出现的就是中国显得最火的这么一种境界 日本也有 但有中国这么厉害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但最近 就在我这次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以前全世界 放一个视频最多的 叫Biko Biko是一个男的五十来岁,屁股上,然后呢 他就打扮着华丽胡哨的,戴着华帽子 他就把那个pain pain就是笔 笔和Apple Apple是苹果 这英文几个单词把它串了 就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节目 他自己自拍的那种 然后在全世界现在的点击量最高,连续两个星期 视频 叫Biko上 当时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你可以把但是日本有这种像我们说打打赏的 没有他能挣这么多钱 没有 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网红这么点小女孩就是千万呢 年入千万呢 还是月入千万甚至是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帮他做过一次直播 我带着他一起在歌舞剧里面晃了一圈 牛郎店啊 或什么 结果他现在不见人了干嘛 他本来在日本做直播 他现在回中国来了 当然 因为投资他三百万 当然了 就像那一百万拿的一样的 其实你看到真人啊 我们我们太熟了 我真不觉得他漂亮 连他一半都没有 真的 但是他就是可以拿到三百万的投资 那你却能拿到六百万啊 但我可能不具备那个能力呀 你要在日本那个环境你一定会 因为那个环境就给你了 然后你找找牛郎 自拍一下 找找牛郎 然后跟日本的那些黑人 对 好像 你环境不一样 舞台不一样 好像是一份工作的感觉 找找牛郎 对 对 那你 我就是说他们不能靠这个 在日本不能靠这个挣钱 不 在日本是没有这个 没有像中国在网络上 日本的网络现在连 拿一个手机去刷钱都没有 我看我在深圳的时候 上次去吃米粉 一个小米粉店你都可以用手机在上面刷 口白鼠 旁边口白鼠都微信 对啊 都可以 我他中国已经发生了那么快 我都吓一跳 这日本不是 苍剑空都改盘了 对 所以他必须到中国市场来 苍剑空是不是发了 就是对于在AV女优来说 他是不是在中国市场 他已经发了 因为他有流量 因为他有流量 流量空 流量小生说说 流量小生说 你说啥呀 你是网红吗 网红其实不是骂人的 就是 时代变了 从某种程度上 它只是一种存在 你要正确的看待 不要内心有很多挣扎 对吧 我特想知道 冯老师你觉得就是这种打赏的这种制度啊 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心态呢 也没人给我打赏 我也没给人打过赏 冯老师 你怎么自个儿就把当成被打赏了呢 他问的意思是你是打赏 所以我说 没打过赏了 就是你觉得 就是以你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会 就是那么多人打赏 冲动性消费的 冲动性消费 你比如说你看 这个豆温涛 你看久了 觉得要不然觉得挺可爱的 对吧 那个比王老强好看啊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他 他挺可怜的唱着歌 你拿你比一下吧 拿你比你比一下 我就假设 然后说打个 他给他打个赏 然后他给你唱个歌 对吧 然后我要是一个老阿姨 我觉得哎不错 又觉得你又瘦了 那也给你打个赏 其实可能很多冲 就是冲动性消费 但是你是 你觉得他还是一个商人的 他不光是个作家 就是他投资啊什么的 就是 麦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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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十年咨询 对你看 我就说这个投资咨询 现在很多人就是今年 你现在就是经济 你也知道吧 经济不好 进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说这帮网红经济大面积的 坍缩崩溃 就是很多风险投资 都把谁谁谁 列入黑名单呢 什么的 哎 就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 这个网红经济 就全世界独树一致 虽然别的也有 但是能产生那么大的经济泡沫 在今年很罕见 但是他们就说 就速朽速烂 你从投资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 总是 一批一批的 它一个像一个金字塔 一大堆人进来想当网红 对吧 然后慢慢开始红起来 十万级 百万级 千万级 总会冒出来总是少的 下面一大堆人总是 往下掉下去 赚钱的春天 是以前我觉得日本是女孩的春天 对吧 因为日本有社情行业嘛 有AV嘛 可以公开的 而且合法的嘛 但中国因为没有 男孩的春天 对 没有女孩的 因为他能得到很多钱呀 那当然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能振的就尽量去振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是网络的时代 那变成中国的网络 反而比日本更加先进 你看 首先我们跨境电商 是中国搞起来的 网络上去买东西呀 什么淘宝啊 什么京东啊 这那的 我还去参数过呢 去年 那这是网络的 这个消费 这个东西就是 但可能 可能就是一阵 一阵时间过去 但能不能坚持三年五年 这不知道 咱们现在说的多数都是这种叫秀场网红 秀场网红就唱个歌啊 看过博啊啥的 其实现在有一批网红这个生意做的是真的很好 他们在淘宝上卖衣服 一个亿呀 产值 哎对对对 李爱 这个真的是厉害极了 是不是叫逃女了 那他他跟逃 可能也有点这个这个关系哈 他就是 他就是本身自己长的就是属于女生觉得好看的类型 哪些是女生觉得 就他可能本身长 我我不是吗 不是 就他是那种就是女生觉得没有特别强 强烈的攻击性 可能要相对是可爱一点点的那种 可能蛇精脸就不属于是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然后他是 女生也觉得他蛮可爱 是女生想要成为的那种 那种感觉 他同心看上去也喜欢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意思 就说 实际上现在是女性经济了 当然 就是 你在找着 就是说满足这个色狼那一套 不好使了 对 而且什么叫女性经济 就是你看我现在跟一些女孩聊天啊 女孩就觉得咱们的男人呢都是傻叉 那是谁说对了 这女孩就说你们 你们觉得哪个女的看见你们就眼里拔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说 他说就是说 我们女的最会看壁齿 就说 我我说你怎么知道谁就是壁齿 他说 我都不用我一眼就知道他是壁齿 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 他说你们男人就看不出来 我们一眼就知道那是个壁齿 你们全都铺上去 就是说 他就看男的全铺上去 那个人就是壁齿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可能不具备 您刚才说那朋友的能力 我我我还真是做不到 一眼就能看出谁就是个壁齿 我还真是不行 我 揣测跟逢唐揣测的差不多 大概就是说呀 你看首先 是不是比较性感呢 或者说呀 这哎 他会比较馊 没勺眼角的 白点花是吧 那些圣母雕 你还还知道我现在这么多了 但是你别说哈 明显你交的也九零后 你跑了 不不不 那别别 别拆我拆 我那些 现在我知道 现在还有普尔表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普尔 普尔表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普尔表 他是普尔 男表村 就是这种 你能想到普尔表 就泡茶的 表感觉很 白鹤亮翅 韩信三点兵 清雅呀 来了 茶盘给你一弄 然后这一套 摆个茶席啊 对对对 韩信点兵啊 关公行程 做出一副那个很清雅的样子 但是实际内心满是风骚 这叫普尔表 我记得尽早 心机表 绿 绿茶表 你知道吗 这绿茶表知道啊 对 普尔表 念个唐诗啊 背个诵词啊 去个台湾啊 平台你们都知道比我多清楚 哈哈 你别装糊涂啊 他摆这些东西 有很强的技术感 你别装糊涂 不是 我就给你探讨 就是刚才你说这问题 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网红 过去像咱们看到的 很多打赏一百万的 这是吸引男人的 对 对吗 还有一票呢 是专门就是吸引女生的 吸引女生这部分的产值 就是他就是变成 比如说服装啊 然后化妆品啊 对的 对 然后 小孩的东西啊 对 孩子的东西啊 什么的 他这种 就是完全变成了 这个产业链了 我知道有一个 就做的最大的那个女的 我觉得实际 她还是有这个 一种触觉 嗅觉 对 时尚的嗅觉 各个女的都穿上衣服 她在金山照 但是这些女网友们 就觉得她代表时尚 就跟着她买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她肯定是有 她自己本身能力的地方 就是她对时尚的触觉 跟这个敏感度 她知道这几件 比如说 我有这几个款式可以挑 我就知道这个款式会成为爆款 那这个肯定是跟经验 你要干这行 你也是时装模特吗 对 你觉得你能把握住吗 就是 不好说 真的 这个真的是 因为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个 它可能相对是 时装产业的那个层面 可能在产业那一边 而不在顾客这一边 他们接触的这一票 他天天跟网友聊 你知道他们那个互动性非常强的 他天天跟他的顾客聊 其实是 他就成为了顾客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了解消费者的 我不见得了解消费者 我可能更了解设计师 更了解时装产业的那一块 所以这真不好说 因为他已经特别明白 他的顾客需要什么 所以当他一看到这票款式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 哪个款式明年能成为 我顾客里的爆款 他就可以先下单 他等于是帮着他的顾客 先下了那么那么多的单 然后他也能保证 把这些全部卖出去 这是一个好买卖 人家年收入过亿 我最近发现 在日本的街道上 各种就是像青山 带官山呀 包括伊斯坦 好多中国小女孩 自己拉个杆在那拍 对 他就是首先 因为中国还没有的 到新建国家或者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服装时尚 离中国很近了 都要黄皮肤 个头都长得差不多 肤色 然后那种形状 日本的设计师太多了 所以跑在那里去自拍 所以他从那里就可以发掘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年轻女孩子 在那里买完东西大把小包子 拎到我们店来了 坐在那里 两个拿个 我想他们俩是网红 结果一份是长沙的 湖南长沙 他真是很有名 我上一个月去长沙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哎呦我说这两个怎么会来的 可能我发的微信啊什么别的朋友 他本来就在长沙很有名的网红 所以他们就是到日本去取迹 啊就发现这些经济信息的前缘 哎找来 然后他再拿回来干凉干凉 就变成他自己了 这也是不容易 对对 是吧 他肯定有事有商业头脑 很努力的 还有他的商业头脑 嗯 你像我觉得这个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比如是像你像李爱 你从小出道奋斗这么多年 是吧 这个薄金沧桑 都受尽气压 没有 才有了今天对不对 我这是取经呢 我这是 对身心身心受到很多摧残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对吧 哎但是 我都不好接着话 你是吧 18岁的 18岁的 对吧 就跃入千万 嗯 你觉得这会对他的心灵啊 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都很爽的影响吧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给了他自信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给他自信 如果他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他可能更成名更能挣得更多钱 不管他两年三年 我觉得他可能更 嗯 他们苦恼的可能就是接下来 对 我该往哪转 你红了一阵以后 你现在我已经 这事呢就有点 那前前两天 我们还在聊呢 他就里面泰国的那个 他不是每年都有那个 选美皇后什么的吗 他也是一茬一茬的 是 这一茬过后 那天戴军 因为他不是很熟泰国吗 他还说呢 他说那个 他为什么很熟泰国呢 泰国小王子啊 对不起泰国小行业呢 在泰国带着 然后他很喜欢在泰国 泰国买了房子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前几年的这个皇后 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都大家只看到新一批的皇后 这都一样 都是一茬娱乐圈 什么哪 其实哪个行业都是一茬一茬的 那接下去往哪走 可能是他们更加 所以他这个文韬能有另外一个生意 怎么能让他们变成长青树 可以咨询他们 因为文韬的18年了 对吧 对 我这个靠的是老辣肉的这个 风干的劲儿 屁股邪气 顶在屁股 其实很多时候咱们都是就是说 替谁替古 他们不是古人了 很多人都在 我发现这个成年人就喜欢说 你看这些小孩 对吧 就是涂着一石的这个什么 那将来怎么这样 那红的就是红红一石 其实你你胭脂啊 对 谁知道 人家自己不是人家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是挣这个快钱的 对 我就是这一年挣了一千万呢 挣了一千万干什么不好啊 你想想那个就是您收入过亿的 就挣个两三年是吧 对 你就可以嫁人了 就可以过他恋爱这样的生活 还愁啥呀 就可以包人了 包人了 包人了 我够不上他那生活 不过亿的 你说是吧 哎 但是你看这个冯唐 你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对吧 你说 我一写书的 你接什么 不是 我就说现在网红的这个词啊 越来越多见啊 你觉得网红 嗯 除了这些小女孩之外 好像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你也算网红 嗯嗯 当然 对吧 可能因为我文章写的太好 然后被传的太多了 就是在网上比较有名的 那你说 王思聪也算网红 那当然了 那你比如说有没有电视红呢 嗯 电视红和网红也不是一回事 对吗 不是一回事 其实电视那时候有电视明星嘛 你还记得就是 最早的时候 电影看不起这个电视 但电视越来越影响的越大了 然后开始变成就是影视明星了 对对对 然后网络呢 开始大家也都是看不起 包括写作的时候 说网络作家就好像相对差一点 嗯 现在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淡 嗯 就是作家嘛 其实现在的社会上看网红 对吧 小姑娘一下弄那么多钱 其实有点鄙视她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一个多元社会什么东西都需要 对吧 所以说尼三个月 好 快点